主料,桂米米粉150克,豆角300克,土料,大蒜,生姜,啪嚼,出红豆,花生油,盐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好豆角,米粉,生姜,大蒜和大料,豆角洗净用手掰断,酱蒜切末备用,米粉放入水中打散,沥干水分备用,热锅放油, 放八角回香,将蒜末爆香,倒入豆角翻炒,加一点盐,在豆角变色后加入水,酱油焖煮两分钟,把它直到入碗中,豆角留在锅里,将米粉均匀地附在豆角上,然后将上刚刚到处的草汁,附一层米粉浇一次,直到把米粉附完,盖上锅盖,小火慢慢慢慢,看看质感就可以了,出锅加上红豆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 红豆的做法,200颗的红豆皮镜,隔夜浸泡后,先以大火煮滚,再以小火煮20分钟即可食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